各位,别相信耶稣仍在地上,活在你心里小小的。 他今天在天上,坐在天父的右边,圣灵取代耶稣来到地上。 所以你现在领受的不是耶稣,而是圣灵。 圣灵是耶稣在地上的代表。 耶稣如今在高天上,在天父上帝的右边,为我们代求,为我们辩护。 基督徒如果犯了罪,有一个控告者叫撒旦,他会对上帝说,你看看,你有一个孩子犯罪了。 他自称是基督徒,自称是敬钱的人,结果你看看。 我们每一次犯罪,在天上的魔鬼就会控告我们。 魔鬼现在能够随时去天上。 但是到了历史的最后阶段,他会被扔到地上。 天上有控告我们的撒旦,但是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,天上也有一个为我们辩护的人。 那就是耶稣。 耶稣此刻正在为你辩护。 他此刻正在为你代求。 没人为你祷告的时候,耶稣现在就在为你祷告。 我现在是没办法。 也以为你那有个为你祷告的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